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这道小学数学题你解得出来吗? 中国四川整一间小学期末考出了这样一道题目,这道题是李奶奶给小玲出的一道题,请你帮小玲回答奶奶。 一艘船上有26只绵羊和10只山羊,船上船长几岁,难保不少学生还有学生都会表示自己编不下去了。 根据外媒报道,这道数学试题是四川省南冲市顺兴区中小学联合期末考的第六题,近日在网络上疯传开来,让不少人绞尽脑汁,答案五花八门。 考试的学生们有些回答无法确定,绵羊与山羊的尺数与船长的岁数没有关系,求不出来船长的年龄也有的十分有创意。 回答我就是船长,我多少岁船长就多少岁,船是小玲的,所以船长年龄等于小玲的年龄,也有学生超仔细分析。 最后仍然沮丧作节,船上船长36岁,因为船长很自恋,所以把船上的羊的数量变为自己的年龄。 而且小玲你以后要自己认真回答问题,不要问别人。 好了,我编不下去了。 针对这道南岛许多人的数学题目,南充市盛信区委宣传部27日在官方微信账号表示, 设计这题目的就是要观察学生对于数学问题是否会提出质疑,希望学生能拥有批判意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,引领学资勇于挑战权威,打破惯性思维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破惯性思维。